把这表给我戴上 这上面有个定位器 不管你在哪儿 我都能找到你 还有 你给我记住了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可以把它给我摘下来 你要搞清楚坤叔这个人 对人笑 要比对人怒更危险 我会经常过来的 靳总 消夜好了 我放这儿呢 行 谢谢九叔 对了 这几天啊 警察来了好几趟 还假冒物业人员 我说你跟太太出去度假了 我知道了 没事 您先早点休息吧 你趁热吃啊 好 你赢了 有没有 你在家在工作室eter 你干什么 你没什么 我手 我你想你 我 你真倒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这次你回去 蔡炳坤没对你 采取什么举动吧 目前还没有 那辆藏毒的车我改装过 她知道 再加上我跟她说 我脸熟 警察认识我 就这么混过去了 那个邵阳你得注意点 我跟他说 我是给蔡炳坤打个电话 下车之后为了保险 我给蔡炳坤通了个话 说了差不多的话 放心吧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那小子平时 好像挺忠诚 讲义气 但是你别忘了 他是小混混书生人 关键时刻 我告诉你 一旦他发现你的身份 到他黑白不分 所以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 我有分寸 来 退了 溜血 走 这是那几个接货人的素面 我马上给下官传过去 那批货下官那边 打算怎么处理 几种方案 但前提是保证你的安全 然后自己抓捕 举报你那个电话呀 证实了 时间 地点 车辆 路线 货物的数量 极其准确 只是有人给你布个死局呀 我就说这事 肯定不会是个抢回 一定是有人有备而来 是啊 但是我想啊 不可能是蔡炳坤 如果他就搞掉你 那太容易了嘛 这个人这么做啊 就是希望我出事 如果当时我被抓 入狱之后肯定是判死刑 如果当时我要是反抗 发生枪战 我肯定会被当场击毙 就算我侥幸过关了回去之后 依然会给他们留下怀疑我的理由 这个人手段太狠了 哼 另外 这个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有这次 这就下一次 你好好想想究竟是谁吧 没关系 你 一个人 没有 小时 看看 别人 要 请 你们 不要 救抣 我 不要 继续 她 你想去哪儿 别乱跑了 坤叔在等你呢 我想起来了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杜大海 能确定是他吗 不能确定 但是最有可能的人就是他 在这群人里头 他的资历最深功劳最大 蔡炳坤让我来当接班人 最眼红最不服气的人 应该就是他 按道理啊 你当这个接班人哪 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 可是杜大海在中间一角 我就怕节外省之啊 现在蔡炳坤是信任我的 只要他相信我 就没有人能动得了我 对了 你前段时间给我那个微信号 我查出来了 是进度大队的乔梁呢 乔梁 可是豆豆跟我说 这个黑猫警长是个女的呀 还是个医生 那是他的想号 你都不知道那天怎么见得见的 而且黄队的女儿 西音乐大队里来 被他们抓了官差 是西音乐去见的豆楼 那这么说是乔梁通风报信的 不会吧 乔梁是 是蔡炳坤的人 权队有一个算一个 我只敢给乔梁打这个报告他 不是 谢啊 当年从你打进 蔡炳坤这个圈子里 我就两个担心 一个是你的安全 另一个担心 就是我们内部 会不会有人和蔡炳坤够 豆豆这个事 让我这个担心就坐实了 李香 我在局里啊 还得注意 凡是牵制到你的案子 我不能有袒护和消极的态度 因此啊 你都有这个准备 关键时刻 你可能借不上我的力 你不能说 你不擅长怎么办 你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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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去看 你不去看 否定 你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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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乔梁 你会来 不去看 跑累了是吧 来 喝杯鲜榨的果汁 慢点慢点慢点 别呛他了 你就是欺负我 不会游泳呗 不会游啊 老三 坤叔 从明天起 你教他游泳 他 才不要他教我游泳 那 坤叔教你 我不会再中你的拳刀了 我真想把这个游泳啊 教会你 你看 春天面对这么美丽的大海啊 你这不会游泳 不会潜水 那闷得发慌呢 你当然想逃跑啊 那你学会了 你就不会想走了 我学会游泳啊 我学会游泳啊 那你就不怕我学会游泳了之后 我就游跑了 老三 告诉他 从这游到海滨 大概要游多久 如果是他的话 不停地游 也要两三天 好的 那你去给他备点吃的 来 还有 我再告诉你啊 在海里什么鱼都有 就等着你这种美味 你少吓唬我 要不你去 去 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我知道 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你坤叔都会想爸爸把我抓回来 但是要你乖乖地束手就擒 那又不是你谭逗逗的性子 对吧 之前我就一直纳闷啊 我再想说是什么样的女孩都 到现在这个年头了 还能七年对一个人念念不忘啊 这更让我佩服的是啊 她有那个勇气 从北京一路追追追追追到海滨来 这几天我总算是想通了 对人家说 好 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在你谭逗逗的身上 再适合不过了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会认命的 不会认你百步的 你干嘛 我告诉你啊 我养狗啊 我从不养那个哈巴狗 我都养藏狗 你说谁是狗啊 你才是狗呢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是说你啊 我其实我在夸你啊 您别夸我 夸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 你要不还是别笑了好不好 你这笑里藏刀的 感觉下一秒就要把人给弄死 怎么会弄死你呢 我把靳远当成儿子 那你就是我的儿媳妇啊 我还等着你给我生孙子呢 别别别 我可受不了那刺激 你现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啊 那正常 那时间可以让你看清楚啊 你爱靳远 这辈子你就爱她这一个男人 你也不会去爱别人 你也不会看着她死 所以你现在想东想西想逃跑啊 那都是白费力气 我劝你呢 在这儿 在这个岛上呢 你就安安分分地好好待在这儿 享受着这海岛风琴 这说不定哪一天啊 心情好了 嘿 重了 怀孕了 还真的你替我生个孙子 替你生个孙子呀 你想得美 再考虑考虑啊 大老板 大老板 收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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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